鋼鐵人馬斯克的太空夢有多大 比我們想的還要大 我們目前知道在明年2020年 他要帶100個人上火星 那現在他告訴全世界 他還有新的計畫 這計畫是什麼呢 他希望未來能夠建立一個所謂的太空港 你說建立太空港做什麼呢 接駁啦 接駁旅客往返月球跟火星 你看看他的夢已經做到這個地方去了 你說馬斯克你滿腦的太空夢 你的本業呢 我們回頭來看看 本業人家也不錯 特斯拉因為他財報優於預期 整個股價創下了半年的新高 回頭來看 從他的電動車到他的太空夢 今天我就要請Arthur帶我們來看看 隨著鋼鐵人 你說他瘋狂嗎 他一步一步逐夢踏實 那我們怎麼跟著他的turbo引擎 turbo火箭來布局我們相關的籌碼 明年2020年要100個人登陸月球 跟100個人登陸火星 月球距離台灣是38萬公里 火星是5500萬公里 其實台灣跟這個所謂的馬斯克 應該關係也會越來越親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近的福衛7號衛星 也是搭馬斯克的火箭打上去太空的 對 所以說以目前來說的話 近期的一個特斯拉 因為美股財報是第四季 和台灣的一個地區是第三季 原先是Milas也就是虧損的 竟然意外的一個大賺 將近兩塊錢美元 所以你看特斯拉的一個股價 包括今天早上還在創新高 將近漲了一個3% 那整個馬斯克的一個太空夢 到底是怎麼規劃的 我們來跟各位引導一下 也就是說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的一個征服宇宙夢 剛剛俊項哥有講 2020年他要承載100人 去登上這個月球跟火星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大計畫 因為成本大幅度的往下降 因為在以往來說的話 發射一枚所謂的太空火箭 大概要4.5億美元 而馬斯克的一個 SpaceX的一個太空船 他未來預估每次發射成本 僅僅可以盪到這個200萬美元 甚至於說比發射一枚的一個小型火箭 都還要來得少 那這個馬斯克的一個星鏈計畫 其實在這個2019年的時候 有幫我們台灣打上這個 服衛7號的一個衛星 那他規劃在陸陸續續 未來會打了1萬2千顆的一個衛星打上去 而且每一顆原先的一個成本 是將近5億美元 目前已經盪到了一個多少 盪到了一個50萬美元 所以說原先變成 又會耗費這個6兆美元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的一個計畫 竟然可以大幅度的一個縮小 只剩下千分之一的一個成本 變成60億 所以說讓這一些所謂的一個太空夢 越來越有可能落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認為 在整體來說發射的一個費用 原先是2億 可以降到所謂的6千萬的一個美元 甚至於說如果重複使用的話 因為之前一次 他的一個組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發射火箭 是回收失敗 但是如果能夠回收成功的話 重複使用 他可以降到500萬美元的一個成本 這個東西又讓整個的一個什麼 一個太空夢更加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TAS一點 那另外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目前 其實我們都很享受 這個通訊的一個便利 但是其實全球一半的一個地區 因為地形跟地物的限制 並沒有網路的一個服務 所以必須要使用一個 低軌道的一個衛星 來解決這個通信的一個盲區 所以這個市場上對於低軌道衛星 是有所謂大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低軌道的一個衛星 在SpaceX的一個計畫裡面 它是利用這個衛星的一個訊號 比方來說可以傳到飛機上 讓飛機的一個上網很順利 而且這個所謂的一個Q的一個波段 這個速率可以高達30到40Mbps 這跟所謂的我們4G的一個 所謂平均速度大概27Mbps來說的話 它並沒有低於4G 甚至於說 比4G的一個傳送的一個速度 下載速度還要更快 那當然包括馬斯克的一個SpaceX 包括亞馬遜 包括軟銀 跟Google以及大陸 中國等等 都淨香的一個發射 這個衛星搶奪太空的一個 龐大的一個商機 所以以摩根史丹尼來預估的話 這是一個整體的一個商機的一個換算 如果到2040年的話 全球的一個太空產業 一年的一個產值 將會超過一兆又一千億的一個美元 如果按照今年的一個2019年 我們智慧型手機的一個產值來說的話 大概是今年的一個兩倍以上 這是未來的一個什麼 一個比較踏實的一個預估 那當然馬斯克近期的一個 特斯拉的一個消息也特別多 為什麼 因為在大陸製造的一個 手台的一個Model 3 也在上禮拜五 11月8號登台亮相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大陸的一個手台的一個Model 3 這是在上海浦東的一個新的一個基地 超級工廠 超級工廠 那它的一個造車成本 為什麼要特別留意 因為它可以比美國廠 大概減少65%的一個成本 那一年預估大概可以生產 50萬台的一個純電動車 那訂單也非常的一個強悍 去年度的一個所謂 特斯拉的一個訂單是25萬台 那以今年預估的話 大概可以成長36到40萬台 美股存益的話 在整體的一個第三季 就是我剛剛講的竟然意外的賺了1.86美元 原先這個全部的分析師 是預估是賠大概0.5美元 所以說油虧轉盈 讓它的一個股價近期的一個暴漲 那如果說以近期的一個 特斯拉強勁的一個漲勢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相關的一個受惠股的一個商機 首先就是6288的一個連加 那連加這一檔個股 其實也非常好 因為它10月份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10月份營收都已經密集的一個公佈了 只有58家的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連加是其中的一個一家 那它最重要是提供Model 3的一個尾燈 跟煞車燈的等等的一個產品 那它的一個10月份營收是月增10% 年增25% 非常漂亮的一個報表 重點在於 它的一個長期的一個訂單 也看到了一個2022年 那短線上連加 它大概已經突破了一個平台的整理 目前在持續的一個往高點這邊來做一個突破 而且以今天來說的話 昨天下殺的一個量能 今天馬上轉強 而且量能又比昨天還要來的大 所以說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量價 還是屬於多方的一個控盤 這是第一檔的一個受惠的一個個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檔個股 也就是今天的一個表現 將近漲了7%的一個台加塑 321的一個台加塑 它是做什麼 它是做一個表面深波的一個元件 也就是簡稱SAW 10月份營收也是一樣創下歷史新高 58家中的第二家就是台加塑 那它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10月份營收是月增24% 年增26% 而且這個SAW 這個表面深波元件 就是應用在這個衛星的一個定位 跟衛星的一個數位的一個 廣播的一個深善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台加塑的一個股價 大概也都是穩定的一個向上 來做一個突破 之前包括昨天的一個台股的一個下沙 它大概也是來做一個回檔 但是很密集的性的一個 什麼一個量價關係 都是量縮 今天馬上帶量長紅來做一個突破 所以說短線上大概也有機會 配合它的一個歷史上的一個營收的一個創下 股價也同步的來做一個走洋 這是第二檔個股321的一個台加塑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檔的一個個股 就是3491的一個深達科 深達科它是一個微波元件的一個供應商 它它最重要的一個歐系的一個服務商的一個客戶 它一直到這個2021年 它都有一個單子 也就是說它發射升空的一個總衛星數 渴望高達650個 所以說深達科它的一個長線的一個立基點 大概在這邊都是能夠確定的 那這個5G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基地台 對於回傳的一個網路設備的一個需求 以及目前市場上最夯的一個WiFi6的一個天線的一個需求 目前也都是來做一個大幅度的一個增溫 重點在於它的一個子公司 瑞特的一個營收的一個需求 也都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那其實3491的一個深達科 近期的一個營收是來做一個什麼 一個向下的一個轉折 所以說它在股價做一個頭部之後 它的一個什麼 一個線型大概破壞掉了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大概的一個股價 也是持續的做一個盤落 昨天跟今天 今天的一個台股反彈 它也沒有深受其意 所以說短線上要特別留意 是不是後世有法人 來做一個代量的一個承接 否則還是要靜待它落底之後 才有可能 隨著股價的一個回溫 來像樣的一個反彈喔